明月转近日呢在东方卫视是越播越火热 系列的角色呢被大家津津乐道 近日呢刚刚上线的这个义渠王更是一出场 就凭着霸气的外表和可爱的性格圈粉无数 那今天呢演绎这个义渠王的高云翔 就直面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聊聊这个被称作奔跑的荷尔蒙的男人 各位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高云翔 现在我正在上海为我的新戏明月转做宣传 眼前看起来斯文的高云翔在电视剧《里约传》里 可是霸气十足的义渠王翟莉 当初为了夺得义渠王这个角色 高云翔可是干掉了不少竞争对手 其中还不乏朱亚文这样的实力派 而打动导演郑小龙的不是别的 正是高云翔发着烧还执着世气的真诚 连拍了几个大夜之后就发烧了 发了发烧 然后很高的烧 然后知道导演想要见我的时候 我就请了假 特意从长沙的芷江 倒了两班飞机才回到北京 半夜已经两点多了 我就直接去医院打点滴 打完点滴一早上起来 就直接打完就直接去剧组 跟导演见面了 那么这个过程在导演选完我之后 我才告诉她是怎么样怎么样 她觉得就是 这是 她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 尊重的演员 然后也是 对然后也是 这个戏里一曲王 对孙丽的爱情这边 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坚持和执着的 过了第一个选择而关 接下来面临的才是让高云翔最头疼的问题 一曲王来自草原 再马上那叫一个帅气啊 为了让自己从英俊小生 变成米约传里的草原霸主 高云翔首先就得克服骑马这个心理阴影 导演说这个角色 首先第一要会骑马 而且骑得很好 不能用替身 因为之前被马踢过 我就不敢骑马 为此高云翔特地找来了马术教练 随着拍戏的深入 他不仅克服了恐惧 甚至融入角色 爱上了坐在马背上奔赤的感觉 所有的我骑马的镜头全是我自己 不管是很远的山坡上 就看到这么点的人也是我 我一到草原 我一穿上盔甲 我一上马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想骑的感觉 就是根本不用停 就我一直想骑 不拍的时候我也在骑 特别享受你知道 所以导演说 知道为什么这么坚持 让你骑 相信谁会骑马 因为你在这的时候 你会骑的自信 跟状态是完全不一样 成了马上英雄后 高云翔在片场里 无时无刻都有点 一去往上身 在片场我做的最多的举动 就是鼠羊跟鼠马 对 鼠牛 因为这都是我的嘛 我就怕谁拿走一只 我真急啊 每天每天开工的时候 我一看我的羊都到了 我的牛都都圈好了嘛 然后导演都到了 我说好 下面看看我的女人在哪里 我的女人们 所以会对孙力 就是关照一点吗 因为在戏里面 需要跟他 就是很保护他那种 对 每天到现场 我会喊一声明月 不管再不再 就喊一声 习惯性的 明月 后来 我们副导演说 他在燕国 现在 本场没他 既然你这么喜欢黑子 那我就把他给你骑吧 但是记住啊 你不能用鞭子抽他 更不能猛雷僵手 霸气又可爱的义渠王 人称奔跑的赫尔蒙 想不缺粉都难呢 导演说 你这角色完了 就是看一遍爱一遍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 男人都爱 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女生 应该不会排斥吧 就连高云想自己 都爱上了这个角色 我觉得他够时尚 就是很欧美范 很man的那种 草原欧美范 对草原欧美范 对 然后又有幽默 对孙力的那种 每次把孙力弄急的时候 他就又哄孙力的那种 幽默感很强 然后就是对爱情的那种执着 傻得可爱 新闻了再见 上海独家采访不到 相信呢 这个义渠王高云祥的 这个出场啊 会让大家更加欲罢不能 那我们也期待呢 女乐战 接下来更多的精彩